好来看一下三国战技双飞合作速通 TAS也是我们的这个清新啊 JJK123456表演的这么一个TAS 赞助方在前面已经播放了啊 这个大家伙如果也有想赞助他打这个内容呢 可以选择去这个 可以选择去联系咱们的这个JJK123456啊 在迷战 这里面跟大家伙讲一下啊 这个有一个地方啊 有点有点皮 双飞呢 我是做过双飞的速通 但是呢 这个双飞呢 是两个正张飞 是通过这个要用内存的方式啊 选的两个这个正张飞 而这次呢 是咱们的119版本啊 正统的双飞 是真正可以实现 就是两个人同时选的 来自于这个一批的正张飞 和二批的魔张飞 咱们对于这个游戏的画质啊 好像原始画质的有点问题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我不许管了啊 反正呢 咱们也是获得了授权 然后在这个双飞里面 跟大家讲一下啊 魔张飞呢 本身单通啊 就非常的快 这个也是整个游戏当中 无论是TAS 还是对吧 无论是TAS 还是这个人脑 都是最快的 而普通张飞呢 我个人觉得呢 在整个这个三国战季 这个119版本当中呢 他确实算不上暴力的 神龙白尾还好一点 但是需要暴气 而这个如果说是风云再起 反而不一样了啊 当然在里面 咱们只说119版本 双飞的话呢 可能在配合方面上呢 也可以打 也可以打秒杀啊 大家伙知道啊 也其实也可以打 但是呢 秒杀的主要的目的呢 并不是为了秒杀 只要是为了速度快 怎么快呢 你只能是用魔张飞起手 然后白张飞 魔张飞起手 然后白张飞爆气 才能护接 这么一个玩法 但是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啊 现在呢 白张飞呢 并没有这个费息 并没有长气 所以说呢 他一直可以看到 他这样的话 两个人应该没有护接 白张飞呢 应该是看着 然后魔张飞呢 选择打准备输出 这里面可以选择 好的护接 我们看一看 这种护接 是用战力方式的 一手护接 这样的话呢 是好追地 这样的话可以秒了 二追 三追 自己踩 好的 追完下下手 一手血杀 这里面呢 打得非常秀 咱们别撸了 真是服了 真的赖啊 很多人说白张飞 为什么不撸呢 白张飞不会撸 白张飞确实是不会撸 有点难受 速通 很多人问 速通有没有左思 速通是有左思的 但是呢 左思可能连鸭鸭都翻不出来 都翻不出来 可能就过关了 因为他是要跳过的 他是要跳过这个地图的 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然后再就是什么呢 再就是这里面 刚才你们可以看到啊 玩刘氏 也就是我们的大嫂 孙夫人 刚才被两个张飞 无情地摸死 张飞一个还不够 还要召唤自己的地理 魔张飞 也就是卡斯莫 迅诺杰兹 然后砰出了一个 永分身之处 两个人直接轮了 这就是兄弟联 这纯兄弟联 兄弟们啊 而且呢 你可以看到 魔张飞起手 然后白张飞 战力互接 这里面其实也有学问啊 可能他有一个就是 就是本身呢 正常可以打这种伪连 但是他实现两人双人伪连 来来实现这种 所谓的伪四召意识 然后同时打倒 打到地下之后呢 利用这个三锥 然后来秒杀 总体上来讲呢 我个人感觉啊 在某种意义上 某种情况上呢 其实速通方面上啊 TAS的话 他是因为没有失误 但是呢 他的速度呢 肯定跟方案有关 双枪飞呢 肯定不是一个 非常合格的 一个速通的组合 所以说无论他多快 都不如其他的组合快啊 就是硬头的组合快 所以说呢 这个白张飞起到了一个 目前他是起到了一个 前期的辅助性作用 我们不知道后期怎么用 但是白张飞呢 由于有这个张灵剑啊 所以说张灵剑呢 能用张灵剑的人呢 就会创造奇迹 好了 可以看到双人 一顿组合 最后一个 直接的一个 这个黄石弓 魔张飞呢 是大多数的宝物都能吃 甚至包括七星灯 所以说呢 魔张飞呢 主要是靠宝物 然后前期的武力输出 而张飞呢 有暴气 然后再加上可以卖血 同时呢 白张飞啊 本身这个人伤害呢 还好吧 他俩这种互接方式啊 打这种boss 确实是得天独厚吧 我个人感觉其实挺好 而这个一旦到了 一旦你看到了 这个中后期的时候呢 这个组合 我感觉就灭了 就没有其他的爽 我大伙不知道 能不能理解我说的啊 好 我们看看 这边 走的路线呢 前两关都是一样啊 就大家伙都比较熟知的路线 秒杀路线是反路 然后咱们第二关的话 正路线呢 就是这么个路线 第三关呢 是要走盘山道 绕阳京关 然后 左辞 不打雕山 左辞地方跳过 就是这么个路子 然后进不了新周城 因为你要走盘山道 他这样的话呢 我们看到啊 可以获得的宝物 白张飞呢 有一手大碗酒 五级之后可以放 呃 这里边呢 其他的宝物 白张飞可以吃 啊 张灵剑 魔张飞也可以吃啊 兄弟们啊 白张飞也可以吃 这里边我们就 我刚才没看到啊 大概是什么情况 所以说这个张灵剑 白张飞 有张灵剑的不一样 你要知道那个黄忠 大伙知道吧 这个黄忠就很难受了 黄忠呢 虽然说他也能吃大碗酒 他还能吃黄忠之剑 但是黄忠吃不了张灵剑 他不仅吃不了张灵剑 你像什么那些太清单精 他也他也他也在这什么黄 什么 什么那个 黄石宫 啊 张脚筋 这都这都不行啊 没有没有用啊 用不了 你像马超 马超呢 他能用太清单精 这也是让人感觉到 哎 卧槽 凭什么啊 等等 然后先见的话 目前是因为我马上快通关了 虽然说昨天我崩了啊 但是呢 这个不要紧 抽时间还要给大家做 但今天呢 感觉微微有点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有点难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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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东北玩你吧 虽然 关键是我在东北玩你吧 还好 关键他唱出来了有点像 我在东北玩你吧 好的 我们看看 直接 哎 一二三 这个不 这个不打尾秒啊 他选择就一二三 这么打破招 你看他破招 这俩人 这就是我说的 白张飞爆气接 知道吧 这个白张飞呢 就是因为两个人要正常的这么同时输出来接的话 必须要有一个人爆气 也就是说一个人先打另一个爆气再接着打才能互联上 确实有点赢啊 夏侯元死的非常惨 他甚至 他甚至比秒杀死的还惨 因为呢 他就被一二三 普通的你看啊 首先是一个没爆气的魔张飞 加上一个爆气的白张飞 俩人就这么捅 确实不要脸啊 不是可以双爆气 你关键是这个魔张飞 他倒是想爆气 你得给我这个气啊 这不是风云再起的该版 对吧 因为风云再起还好 你这魔张飞 他就没有气 我倒是想爆气 好 这大石头太狠了啊 两个人左右扔 也不怕砸到自己脚石头 这个石头看起来就非常好看 这个石头啊 我感觉绿了八戚 跑到那个宝物专家那 然后把这个石头呢 砸开里面肯定有核石壁 我告诉你 不说这是谁石头 对不对 真黄能吃九节让吗 真黄能吃九节让还好吧 我个人感觉吧 真黄中是真的黄 真黄中啊 他要秒杀的话 你会发现他只能秒一 PASS也只能秒一 真黄中是真的难 那你想个办法 那你说两个黄中 秒能秒多少 想想也秒不了多少 那你也不能 你也不能单A追 银皮华山这边接这个看刀网 对不对 玩流玩流士 好 我看看 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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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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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de up 好的玩流士 好了 感谢我们妹子搞鸡骂赠送的办卡 今天晚上也是小友所成 来看看前跑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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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接 你看 他打完之后 我再接 哎 这是伟廉啊 这是伟廉 好的 追第一一吹 感觉比秒杀还快 兄弟们 真的 感觉比秒杀还快 如果是单人秒杀 还要三追的话 就特别难受 他这个玩流士 就是太赖了 呃 主要是 玩流士的话呢 就是 呃 前天守的姿势 如果是下下手的话 就很厉害 玩流士狂风士 一二三 一二三 神龙白尾 这个白张飞 爆气的神龙白尾啊 这个确实很屌 判定又高 伤害多段 呃 当然是爆气嘛 对吧 也屌的 我们看看 这一手 呃 要卡兵 我们看看 没卡 不要卡兵 上来这个张辽 练一个风卷残云 我们看一下啊 怎么说 还是要爆气嘛 先手爆气 一二三 好 后接 神龙白尾 呃 不打秒卡 就是 就是打输出 尾连 好 再接上 不接 正常打 不要打倒啊 好了 没招了 还是要打倒了 神龙白尾 是有点赖啊 这个卡住兵之后 好的 你对小兵 弄得录都出来 你真的是狗 哇 这个张飞 这张飞 刚才吃无敌了 这张飞 就是你玩混动罗 混动罗吃了那个 吃了一个B 之后 你就浑身冒光 你无敌了 知道吧 刚才那个 就光一顿爆闪 好 这样的话应该是要 魔杖飞让白杖飞打死 还能长点血啊 好 长血是次要的 主要还加气 你他妈的 居然在这里练夜叉太海 你也是有钱收的 我真服了啊 是真的很啊 明天不是先见吗 要该播的话 肯定是要播的啊 这个 先见主要是最后的这个结局 没播出来 我也是很烦 但是呢 先见我再播的话 我估计能有个两个小时左右 能不能停满 你也懂的啊 我还要再跑一遍 那个 还要再跑一遍 那个迷宫 然后呢 再要打拜月教主 教主 我把拜月教教主 打成儿子 我再说 好吧 黄石弓 邦邦 两个人一起暗暴戏 不是魔障飞 故意暴戏 你说的那个是凤云再起 凤云再起 诸葛亮 陆迅 张飞 魔张飞和张飞 这个都是可以的 对吧 那这里面没有 其他这个有共鸣 我们管这个叫共鸣 你说那是凤云再起 这个是啥 这个是119 这不是一个东西啊 这不是一个东西 射雕无乱 那个好玩 我想知道金庸群侠传 那个金庸群侠传 小的时候 我一直都不会玩 就是那个野球拳 那个 然后可以各种 收武将 也可以把它放 就是你甚至是 刚开始有 还可以招收 什么甜魔光 什么的 小龙女还会 左右互搏 然后这个 你还能打到输 然后给主角学 但是呢 有很多彩蛋 和很多隐藏的东西 不好整 然后我一看一整 开一个船 去哪个岛上 那个挺难啊 我觉得那个比仙剑难 我就一直都 那么觉得 然后我就没玩 然后金庸群侠传 还有三 金庸群侠传 赚三好像也挺经典的 看看 轰封式 玩流式 好 这个铁莲花 一个炸是真爽 确实是爽 但是最牛逼的技能 单体技能 还点是 还点是 这个野球拳 谁能经兽 几个野球拳呢 我问一下 野球拳 说起野球拳 我就想起一个游戏 什么著名的日本一些女演员都演过 就是跟你玩剪刀包袱锤 对吧 输了就拖一件 我是真的服 这种情形上 没玩过 网游我都没玩过 好 可以看到 创作期 白张飞张灵剑 飞轮接张灵 暴气神龙百尾 跳出来 123 前左 捡起来 没有在户籍的意思 就是魔张飞 好了 白张飞追递 跳A 天白象 封背背 最后来秀了一首 狂风 是接白象 这个也是有点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 仅仅过了 仅仅14分钟 还不算前面 那个浪费的时间 不算前面 那个过场的时间 赤壁的熊熊烈火 粉碎的草草霸业 为什么三张 说啊 不算这个的话 14分钟 就是赖 有点东西 当当当 就就就去死 我小时候在游戏厅 我还玩过呢 最尴尬的是 我当时我也对这玩意 充满了好奇 我投了一个壁子 玩了三把 我三条命就没了 一件衣服都没脱 最开始 后来呢 关键是我 我们班同学 别看我们 我们那个时候 岁数小啊 我们都上初三了 当我上初三的时候呢 我们班女同学 就跟社会小青年出对象 这个女同学长得还挺不错 啊 然后呢 这个他呢 就没啥事就去玩 对吧 他没 不会玩啊 不会玩打击啊 打击就是比如说什么 什么三国战技啊 什么全黄九七 这个女的母的嘛 怎么会玩 他玩 他就说玩这个游戏 投了个壁子 然后给那女的脱光了 服了啊 我也是醉了 真的 这玩意就是无意插柳 知道吧 有意灾花花成不了 无意插柳 柳冒水的 就没招 就大概是这个情况啊 好 我们看看现在 这小道具撇的非常硬啊 这小什么箭筒什么的 一轮撇 游戏叫什么 野球拳 电脑版我玩过 我是想当年 在电脑版 是在2004年 还是05年 我玩过一个叫 电脑版的野球拳 演员 别的人我还真不认识 但有一个演员 相信不光是我认识 大家伙也认识 这个演员的名字 姓苍景 名字叫做空 这个 复姓苍景 单名一个空子 想当年 苍也空 景也空 待会我就知道这个人啊 好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咱们速通的话 应该是不打吕布 不打吕布 就留在水冰那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给秒了 这样的话 吕布不会出来 一会儿呢 再秒这个 好 又是讲命了 又是无敌 一会儿看看这个八战图 等到这个沙摩克出来之后呢 混一混 然后把这个 陆续杀死 然后等左思一下来 就沙摩克再搞掉 这样的话就可以 快速攻关 就是基本上 这个东西啊 拔牛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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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雕虫小技 玩刘氏 好 这里边你看这个陆迅娃娃下血 好 直接神龙白尾 恶狐牙子 有点东西啊 好 神龙白尾的伤害真的是很过瘾 我们看看啊 等到倒数第三片的落地的时候 就可以杀了 好 可以杀了 倒数第三片落地 就可以直接杀 你看爆的东西 看不看见 哈哈哈哈 吓得慢 看账 太狠了啊 来吧 大家伙礼物不要吝啬了 真事的 你只有志胆主 我这人吧 我以前我都要脸 我今天我就不要脸的说一句 飞机火箭啥的就没有嘛 对吧 你再不计你办卡没有吗 你再不计 鱼玩没有吗 对不对啊 过分啊 有点东西啊 好 我们看看一会儿啊 这个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张飞见张飞 张飞见同学 又是小破鞋 这为什么有这么一句话 同学见同学 就是对吧 同学有的时候吧 那种轻松最悦的 难免会有一些暗恋 或者说一些情绪在里面 对吧 长大之后呢 对吧 生活的压力 对吧 然后同学 你看 我看那个日本电影里面 经常会有这种同学会 贼贼狗 这同学会 经常会有这种这种桥段 然后这个老公在家里面 一遍一遍的打电话 然后这个女的 对吧 最开始还保持点理智 后来就不接 然后不接 还要去洗澡 洗完澡 一来的啊 我不知道大家可能能接我说的 好了 偷老板一手办卡 有点东西啊 不亏 这个一会儿我们看看许蜀 张爱队双飞 就是双飞秒杀 好 一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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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喂 我他妈 不不不 我操 这个我要 我要回头倒 我要回头倒着看兄弟们 我操 等会儿 等会儿 这个我要不回头倒 我真的 我实话实说 现场直别 一个多 好 看 前手是把他打出 取消状态 好 看一下 再A 这手再A 一个多 一个多 看看 再A 一个前手扣中 一个多 一个多 再一个多 这一手 死了 白痴飞连动都不用动了 这真的是服了 这许蜀 这许蜀啊 死的真的是惨 卧槽 这个许蜀 我是真服 许蜀说 我上辈子都血没了 真的 你秒杀我 比秒杀我还快 这个 你正常秒杀的话 还能强点 你这死的 老惨了 真的啊 这死的老惨了 我是真服了 好 一二 检索 一二 这边 不接 再接 好的 这是尾连 下蹲A 等他练一招 这有隐身一的 看不见 有隐身一的 不要 二锥 神龙摆尾 三锥 挑起来 一二 血杀 铝布一手 然后就没有燃后了 就是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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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确实 确实很 好的 又是讲命了 你看 又是无敌效果 这个前前跑 这个确实有点 好 看看 一会儿都最后一关了 兄弟们 罚牛志 哎呦 这一个火 这一火烧了五个饼 有点东西啊 好 看看 前前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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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马 哇 真是一个东 好 没人 废血 无所谓 再互接 哎 正好顶来 利用升级 躲一下 一个东 可以可以 这马 这感觉比秒杀 慢不到哪去 真的 比秒杀 秒杀 慢不到哪去 暗示张飞有准吕布实力 不是叫准吕布实力 真正在三个演绎当中 跟吕布对着干的人 好几 好几次跟吕布干的人 而且甚至有一度 干到三百回合部分胜负的人 就是张飞 只有张飞一个人 没有任何人跟吕布干了那么多次 还逼逼来来 见到吕布还敢骂他 而且在三个演绎当中 吕布还说了这么一句话 吕布作为主将的时候 就非常面了 吕布就怯飞勇 他这句话大概就是 比较害怕张飞的勇猛 所以说就没有深追 虽然说他是土兵打败了张飞 夺了徐州城 那是第一次 那是第二次 但是他还是不敢追 不敢追 等到后期的时候 后期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 再打 跟吕布讨伐的时候 吕布就跟张飞 打三百回合部分胜负 非常的赖 当然又有民间传说 说有一个叫燕云十八旗的 燕云十八戟 怎么叫都行 这个字现在是读音字 叫戟可能好听一点 但是燕云十八戟 听起来好像有点像 燕云地区的十八个戟友一样 所以说还是不太好听 总体上来讲 这个不是随唐时期的 三国之期就有这么一个东西 因为张飞不就说 自己是我乃燕云张亦德 张亦德是燕云 知道吧 所以说这个燕云 大概是这个意思 这个非常厉害 但这个明显是借用人随唐 好 我们看看现在 一个顿一个多一个多 又是死在毒之下 再来又一个多 我操这四马 我的发 四马一 四马到火 对吧 四马到火马一 有点赖啊 好 鱼灵一 好啦 一个毒蝎子 蝎子过江 蝎子 蝎子过潮 好 看看曹操怎么死的 一二三前走 一二三 一二三前走 小金珠 好 这暴气互接 这俩人 我的天 我 哎 我操 这曹操 这曹操太赖了 这曹操 怎么说呢 这么玩游戏还有朋友吗 曹操说 我实话实说 徐蜀和司马一 死的非常光明正大 我就是直接被一毛刺死 就被小猫一些无限捅 捅了好几十个透明骷髅 直接捅死了 太赖了 好啦 那么也是感谢最后 我们的清新 GX科123456 也是老朋友了 最近呢 他们作品出的非常少 也可能是 想一个方案不容易 借赞助也不容易 所以大伙 如果说有想法的话 也可以去联系他 总体讲 干活都不容易 这些高手 做这个榻子 确实是 第一名 96万 连奖命都没有奖 不仅速度快 人是空分空的也非常好 第二名的话呢 就是张飞 那张飞的话 估计那第一名 都没有到100吧 第二名更是没有到了 就不用多说了啊 双飞 然后速 空 然后第二个人物 要写上tass是吧 对吧 这个基本上就是 三 三十 三十三 分 哎呦 这有点东西啊 有点东西 好的第二个才八十七吧 我们后面不看了啊 我们看看前面的啊 呃 赞助玩家呢 是下过的雨 他是100分 哇 100分啊 兄弟们 100分的话 一分 一分好像十块钱 一百分就一千块钱 奶茶十分 小七二十分 五分 十分 十分 八 五分 哎 大伙可以看一下啊 从落下船到草草闪光 共用了23分钟 34秒 算是双人速通里面 很快的一个记录了啊 克服他已经标注了啊 很快的一个记录 并不是最快的 如果想看的话 可以选择这个 加这个清新 呃 在最后呢 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大家喜欢小狼解说 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 来支持我了 我们下期 再见 赛 之后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